血管狭窄的朋友刷到这个视频你绝对不亏 你还在为血管狭窄的问题而烦恼吗 从现在开始就不用担心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中医治疗心血管疾病有着极佳的效果 从医40多年以来 我帮助过很多的患者摆脱了心血管疾病的困扰 像血管的狭窄这些问题就不用再到处去问 我能帮你去解答 如果你也有血管狭窄 动脉周样硬化 血管堵塞这些心血管的问题 都可以发给我 我来为你答疑解惑 不管是早上晚上看到了以后 都会给你一个耐心的解答 长期低压高于90 有两个办法 简单有效帮你来降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屏幕前的粉丝朋友 是不是也有高压不高 但是低压一直高于90呢 也许你也是这样 那今天我就来告诉你两个降压的好办法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防止滑走找不到了 第一个呢 就是苦口婆心的总说的改善生活方式 管住嘴 迈开腿 饮食上一定要控制高油的食物摄入 比如一些外卖啊 肥肉啊 油炸的食品啊 一定不要老坐着 适当的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比如慢跑 快走 游泳这些 同时呢 最好是要戒烟现酒 千万不要熬夜 你能做到吗 那如果你做好了这些 再复查 低压还是没有降下来 第二锦囊来了 那就是通过药物来治疗 记住啊 首选中药治疗 中药可以全面的给你调整 降压是通过中药的平肝浅阳 清肝降压这些起到作用的 心率快 中药可以有振心安神的 像龙骨啊 珍珠母 一般情况下说 如果你认真的配合治疗 都会有成果的 通过中药 调理自身体质 来改善代谢 改善循环 既治标又治本 如果你以前啊 已经是用着锡药了 但是没有控制好血压 在服用中药 没有起效之前 一定不要停用锡药 停锡药也是有讲究的 一定要逐渐的减量 才能让你的身体适应 以恢复到健康水平 你记住了吗 如果你也是这种情况 可以大胆的点我头像 打出我要帮助四个字 我忙完了以后 都会给你做一个专业的解答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有了新方法 低密度脂蛋白高的朋友 别滑走 建议耐心的看完 如果想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降低胆固醇 其实也不难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临床工作多年 为了帮助更多的低密度脂蛋白高 有斑块的患者恢复正常 我提出呢 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这样一个拯救活动 希望和屏幕前的你成为朋友 你可以给我点个小红心 我来帮助你解决高血脂的难题 如果你想告别低密度脂蛋白高 大胆的点我头像 打出我要帮助 只要我忙完看到了 都会给你一个专业的解答 高血压的朋友别划走啊 试试这个小方让你的血压降一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子 帮助把血压降一降 屏幕前的你如果也是高血压 你可以记住这个方 记住连小红心收藏起来 这个降压的方呢 就是由这几个药组成的菊花 绝明子五味子 我们知道菊花呢是可以清热疏风 平肝降压 菊明子呢可以清热明目 润肠通便 它是清肝降压 而五味子呢是可以收敛顾色的 一气生精 补一五脏 这三味药呢 有补有泻 共同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 屏幕前的你记住了吗 如果你也有高血压 不知道如何搭配的话 可以点我的头像 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 我会抽时间给大家做专业的指导 让大家呢少走弯路 少花冤枉钱 黄旗煮水加上一物 脑梗都得绕着走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干货知识 用了它脑梗都得绕着走 如果你正在刷着这条视频 你很幸运啊 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我们在家准备啊两个东西 一个是黄旗 黄旗加上什么呢 红枣 用量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掌握 我们有一句话叫 每天吃三个枣 千万别一堆的枣一起吃啊 一天不得超过三个 最好把这个枣呢给它劈开 放在水里边煮开了 适当呢加一些蜂蜜 日常代茶饮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脑梗 提高免疫力 非常适合体虚多汗的人 在配合着中药条理的话 脑梗就自然得到了改善 无论你是几次的脑梗 病程有多长 留下了什么样的后遗症 找对了医生 辩证开方 对症下药 就可以让脑梗 慢慢的改善 这也是中医条理 最擅长的病种 如果你身边的人正在受到脑梗的折磨 可以将具体的情况说一说 我来帮助你辩证 找到适合你的祖方 黄芹配两宝 心梗不来找 要想关心病好的快 不轻易的发作 一定要用中药条理的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用黄芹配上哪两个药 效果会更好呢 我们知道黄芹是补气的作用 它可以增加免疫力 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能力 进而就可以改善了心肌供血的作用 所以黄芹是必须用的 那配上哪两个宝呢 第一就是红颈天 红颈天能够改善心肌的缺氧 它不仅能够益气 而且能够活血 它双重的对气门也有作用 对血也有作用 我们都知道 高原缺氧的时候就用它 我当年去西藏执行医疗任务的时候 血氧呢89就考吃它了 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肌供血 第二个宝就是穿胸 穿胸呢可以是入肝经 肝经从头到脚 寻行整个身体 它性温 具有着很好的行气活血 去风止痛的作用 能够缓解胸闷胸痛的症状 改善冠状动脉供血不足 通过活血呢 它抗血腰板的凝聚 抑制了血栓的形成 所以我们通常把这三个 黄麒 红颈天 来补气 红颈天和穿胸呢 又有很好的活血化疑作用 也就是说 有很好的治疗血管的作用 一般说啊 高血压 血管的冠心病问题 等等 这些人均进行调理 都用到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三个药虽然好 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大家如果有不懂的问题啊 可以提问给我 我会尽力的给大家提供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